其實有一些細節 男生還真不知道 對 沒有錯 只有女生才知道 譬如說女生會有一些部位 會特別吸引男生 對 像日本人就很喜歡研究 什麼這邊 腿 他們說什麼 什麼膝下三公分的這個地方 很吸引男生什麼的 妳覺得男生會看 因為今天會沒有注重到保養 會容易黑黑的 真的嗎 有可能 還是有的時候腳踝很性感 就是有一些特別的地方 之類的 有腿控的 有時候像男生 有時候坐很靠近的時候 如果你不經意的 露出脖子的線條 那是好像很喜歡女生這樣 這個脖子 好美 如果他坐在你旁邊你就這樣看 看他這樣 有女人味 再再一遍 比你男生的角度 來看一下 1號機 準備 Action 很優秀 有 有 身兼女人味 就是你知道脖子這段 是這種女生小經濟很性感的地方 像微露就覺得露一點鎖骨 然後不要暴露太多 就是那種微微的性感 可以 這可以嗎 男生會喜歡女生這樣撩頭髮 對 沒有錯 感覺不錯 而且一直很香香 可是妳沒有頭髮可以嗎 沒有 我跟你說 因為我個性太大啦啦 就是男生很容易幫我當成哥們 但我發現 經過手跳這麼多年 我發現男生其實真的是視覺動物 我不能讓他們覺得說 我就是一個大啦啦人 所以我會在一些 譬如說配件方面做一些小心機 所以我很喜歡在我的 譬如說耳環裡面 譬如說妳看這裡面是不是有水 他就說妳耳朵裡面是不是有水 我說對 因為我很水 譬如說這個OK 代表說OK 今天我們很OK 或是鑰匙就說妳是我的鑰匙 我都會在耳環上面做一些小心機 妳會藉由飾品來 增加 跟男生開話題是不是 對 而且譬如說妳今天帶的這個 這個是香蕉很可愛 就是我會說 妳怎麼會帶一個香蕉耳環 我說對 因為我想與妳相交 真的嗎 真的 真的假的笑嗎 妳這種話數嗎 有這種話數 男生就覺得妳還滿可愛 就是有些男生會重重的東西 幽默的女生 對 有些男生會喜歡是不是 因為有些女生都不好意思開口 然後我就會藉由耳環 妳覺得要主動 主動 就是要讓她知道說 我對她其實是有一點好意 因為我平常是一個比較大啦啦 但是我會在一些 譬如說我的配件類 跟她有一點小小的暗示 對不對 這個妳花很多心思在賣 很多 沒錯 我每個耳環都有故事 就譬如說 會不會有些男生看不懂 我是到她講完以後 我會覺得這有什麼幫助 真的 人家真的沒有幫助 我跟妳之間這有什麼幫助 有啊 就是譬如說妳看 我會帶一些比較細一點的東西 就是譬如說手錶也是小小的 然後項鍊也是細細的 代表說我還是有一些 女人那種婉約細緻的感覺 因為太過時髦的東西 男生好像會不理解對不對 對 我覺得主要的性感是 女生一定要把握一個重點 妳千萬不能上下都露 太暴露 妳要只能抓一個重點 如果全部露出來就 比方說露腿的話就是 對 露腿上面就薄一點 如果妳想要露上身的話 妳就下面就薄一點 質感比較 謝謝